记者黄美竹竹县报道,人们刻板印象目气沉沉,专用一点藏食料的新竹县使馆,最近进跟美食搭上边,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已来去县使馆为题安排体验,闯关,探索,竹县漫游等次大客家文化体验活动。 26日还找金钟奖主持人王浩一,刘克香一起以跟着浩克漫游竹县为题开奖,要透过大家舌尖上的味道,一起去认识新竹在地的故事。 王浩一今天抢先跟江青界面替这个想做造势,他说这不仅是他跟刘克香一起拿到金钟奖之后的首度合体开奖,也是他们两人在陶竹苗寺县市第一次跟县市政府合作。 用尺甲内的回忆去追寻这些美味诞生地的历史。 王浩一说他这次开奖的主题会以目前台湾最夯最被讨论的浪漫台三线为主轴,带着大家用台三线沿线两侧的美食去看在地发展的历史轨迹。 他说讲到新竹台三线,第一个想到北浦的番薯饼,但没料到在场的新浦乡亲立刻捧上新浦用时事做的饰饼,才刚让他赞不绝口,立刻又有人端上新浦延长。 谈牙得让他懊恼怎么没能早一点品尝到他的独特滋味。 县府文化局认为历史是活得有温度的,所以从10月中起到本月26日为止,就透过安排体验,闯关,探索,逐线漫游等四种客专文化体验工方的活动,翻转大家对县史馆的既定印象。 除了前述将在26日下午2点登场的跟着浩克漫游竹县,两位金钟得主合体的美食故事及其背后历史的分享,25日下午1点半在新瓦乌客家文化保存区的丰威新竹文化节,也将有限额40名的现实观体验手作活动,提供现场报名参加。